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这里 在一起敬拜赞美主 现在是会闻报告的时间 首先让我们来看会员报告的第五项 教会报告群组 为了促进教会肢体的联系和沟通 教会将透过会员布道和团契委员会 一个专做教会通讯和报告的群组 也就是教会报告群组 以协助与教会会友和朋友们 第一时间收到周渠道教会的通知和报告 那么我们鼓励你们可以马上发一个简讯 给会员布道和团契主席Nancy Ann姐妹 告知你的姓名及说明你的教会 你是教会的会友或者是朋友 以参与参加此群组 若您有任何的资讯 有意和教会群体分享的话 请联络教会行政美会姐妹 或会员布道和团契委员会主席Nancy Ann姐妹 若有关信息合一的话 我们将会在此群组分享有关信息 那报告的第九项 我们也在招募线上敬拜服事的人员 教会仅此于呼吁大家 主内弟兄的姐妹们 积极参与线上崇拜的服事 以便为教会重新开放的时候 也就是现在了 所需进行的崇拜直播做预备 崇拜直播是必要的 因为届时将会有一些会众因年纪或健康因素 无法回到教会崇拜 因此恳请大家顾念肢体的需要给予配合 借着彼此的服事体贴上主的心意 回应上主的慈爱和祝福 如果有兴趣有想要做这个服事的弟兄姐妹 可以联络美惠姐妹 苏联弟兄或者Alvin弟兄 来通知他们了 想要参加这个事奉 教会报告的第十项 我们仅此为枯灰烂女士 于8月12号星期三返回天家 享年97岁 向英文堂的Doreen 与Dr. Ben Chan夫妇 Ester Winston和Alissa 及家人献上最深切的哀悼 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他们 求上主给予他们安慰和平安 报告到此 其他的报告请各位弟兄姐妹自行乐 现在让我们宣召 我念一遍 会中念一遍 我要在正职人的大会中 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 万君之耶和华 你的居所多么可爱 住在你殿中的都是有福的 他们还要不断赞美你 在你院子里住一日 胜过在别处住千日 因为耶和华神是太阳是盾牌 耶和华赐下恩惠和光荣 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 万君之耶和华 依靠你的人是有福的 让我们一起开始祷告 一起同心的读书 全能的上帝 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你时 我们心悲得寻求你的同在 祈求圣灵充满我们 使我们的灵得真心 从城市的疲惫和重担中被整整过来 求你赐给我们喜乐和力量 使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能得蒙你的喜悦 让你的名得荣耀 Amen 愿我们的嘴舌 常常向这被罪恶破碎世界 诉说你坚定的慈爱 和那永不止息的怜悯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号 Amen 现在是赞美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站立 让我们一起站立 请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福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的子民 何以聚集 热切期盼 遇见你 天要散开 神的道船边 因为我们可恶不寻求你 因为我们可恶寻求你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彰显奇妙神 在这里 生日之歌 我olla 瞎 在这里 歌唱 今晚的主 MODOK 天要敞开 神的道传遍 因为我们可母寻求祢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彰显 奇妙 神即将显明 仙上火土降临在这里 你的灵在这里 这里就有自由 神灵自有运行 无知己 路上倒海星星 坚定不断神奇 期待伟大神座奇妙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我相信 奇妙 神即将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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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親近你 使我心變化歸心 我只在注意 你遠點擁有 在你慈愛裡 我心中一切 寬容 都將被挪去 因你愛的答案 擁抱我 讓你愛維繞我 心我 靠近你身旁 我 燈光 角落影鑽翅上頭 我又與你飛翔 你生命引領我 在你愛的答案 出開親愛眼 使我一面 對面 明白你的愛 在我裡面 靠近你身旁 向我生命引領 指引領 在美日之中 替你愛的答案 擁抱我 讓你愛維繞我 擁抱我 讓你愛維繞我 我勞燒裾我 我 燈光 角落影鑽翅上頭 我 燈光 將落影鑽翅上頭 你让我 吸引我 靠近你身旁 火灯火 将鹿鹰站起伤痛 我又与你飞翔 你胜利引领我 在你爱的大腊 我又与你飞翔 你胜利引领我 在你爱的大腊 是的 主啊 我们要亲近你 我们要感谢你 因着你的爱使我们更新 因着你的爱我们心中的软弱都被挪去 在你爱中我们有力量 愿我们借着你的爱的能力和圣灵的带领 使我们能在这世上成为主你的眼和光 将一切荣耀归于你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兄姐妹 大家请坐 我们来到交目祷告的时间 今天有几样事情 一个祷告重点 首先我们要为现任的政府在领导国家疫情和经济挑战方面 做出的这个经济挑战中所做出的这个努力 要感谢上帝大手的带领 现有的政府其实还并不是透过合法民主选举程序组成的这个政府呢 但是在各方面的这个疫情控制方面呢 都有一支的努力工作 而且也采取了许多振兴这个我国经济的这个措施 我们要特别的为他们祷告 也为这事情来感谢上帝 当然呢我们也要为国家的基督徒祷告 大家都靠着圣灵的带领 继续为国家和我们国家的领袖来带祷 尽管我们看到一些不公正 一些不当的这个行为 很多时候都会让我们感到失望或者很沮丧 那我们只是这个更加的要祷告呢 教会的群体能够查验到大家在这个国家呢 这个属神的计划 跟哪一个基督徒所应当扮演的这个角色 让我们能够终于呼召 然后在国内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使这个教会的这个群体呢 也能够成为马来西亚的这个祝福 我们也应该祈求为当权者 以及正式领袖的这个勇气和道德立场来祷告 祷告呢他们能够持守个人的政治和原则 也能够维护公共机关和政府机构的这个连接 只是要祷告 求上主帮助他们 不会以狭义的个人利益 或者是这个政治利益来典荡人民的利益 和政府机构的诚信 最后呢也为本堂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呢 愿我们常常的记得要与神同行 并且顺服圣灵的带领和引导 重要的就是祈求神帮助我们 以有创意性的这个方式 彼此祝福 也让我们祝福我们周围的群体 祈祷祷 祷告我们行善的时候 不至疲乏 在基督里常常得到盼望 常常得到力量的更新 让我们一起祷告 祝福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是属于你的 你才是我们国家真正的上帝 祝福啊 在我们看到国家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有时候让我们去想象 到底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人民朝向的方向是哪里呢 我们有时候看到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有时候会让我们的视觉受到干扰 只是此刻主啊 我们靠着耶稣的名 靠着圣灵的能力 主啊 提醒我们 主 您才是马来西亚的主宰 主 我们将我们的国家 建赏给你 我们将现任的政府 摆上在你面前 带到你面前来为他们带导 主 我们要为政府呢 在疫情的这个控制 以及振兴 我国家经济 各方面所做出的这个努力 让我感谢 主啊 王的心 在耶和华的手中 就像龙钩的水 随意流转 所以执政者 掌权者的心之意念 主啊 何尝不是掌控在主 你的手上呢 所以主 祈求您继续的带领着 这些政府们 人员们 这些部长人 在各样的这个政府机关的 这个公信力和连政上 也能够更上一层楼 维护人民的利益 我们要为马来西亚的基督徒 弟兄姐妹们来祷告 祷告大家 能够有持续 不断 不放弃的这个心 能够继续的 不断的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领袖们 来祷告 尽管大家会失望 尽管大家会 有时候 迷失方向 但是主啊 带领我们 时时刻刻的 能够清楚 敏锐于主 您的手的这个带领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我们国家 必须援着一个 带导的角色 让我们能够继续的 忠于主 你给我们的这个呼召 在我们的国家 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主啊 使我们 使用我们 成为您 祝福马来西亚的这个管道 主啊 我们看到 国家当中的 这个不公的 这个事情 也看到一些 政府机构 的连政 出现了一些误差 主啊 祈求主 此时此刻 看顾 带领 并且制止 一切恶势力的 这个生长 主啊 马来西亚的这个 连接 马来西亚的方向 马来西亚的经济 这些都是 操控在 主 你的手中的 我们祈求 您的介入 主啊 为教会的弟兄姐妹 为教会的领袖 不管是在家里敬拜的 在其他世界 其他任何地方敬拜的 在教会里面敬拜的弟兄姐妹 主啊 我们祷告 您亲自的来安慰我们 您亲自的临在 是我们生命的动力 主啊 我们祷告 圣灵的能力 继续带领着我们 启发 他激发我们每一天懂得 顺服圣灵的引领 并且敏锐于上帝 您的引领 主啊 也帮助我们 拥有创意性的方式 去彼此祝福 也祝福我们周围的朋友们 主啊 在我们行善的时候 赐我们力量 让我们不知疲乏 让我们行善 让我们敬拜的时候 时时刻刻都怀着 期待主耶稣 在灵的那种盼望的那种心 冲满我们 这种盼望 会使我们的力量得以更新 感谢主啊 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 你是听我们的 听我们祷告的阿爸父 你是吃我们一切福分的阿爸父 请随听孩子们 在这里给您献上的祷告 因我们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祷告的 阿们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让我们一同 足处奉献祷文 第二题 仁慈的上帝 我们承认 我们常常对你的关怀 莫不关心 我们只在乎 属世的关怀 由你教导我们 把心思意念都放在属神的世上 并且以爱神的牵手 正如你如何爱我们一样 我们以感恩的心 献上我们的奉献和十一奉献 祈求他们能被使用 来扩展你在地上的活度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美 阿们 祷告奉主耶稣的 感谢观看 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 向三一颂 当时未能再绝望 一生未知 当时未能再绝望 当时未能再绝望 一生未知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现在让我们一同读出光照导文 一二起 上帝啊 祈求你以圣缘和圣灵引导我们 使我们在你的光中看见光 在你的真理中得自由 在你的旨意中得平安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全书三章 十三到二十二节 彼得全书三章十三到二十二节 你们若热心行善 有谁会害你们呢 即使你们唯一受苦 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威吓 也不要惊慌 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 遵他为主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 要随时预备答复 不过 要与温柔敬畏的心回答 要存无亏的良心 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 就在何事上 使那些凌辱你们 在基督里有好平行的人 世界羞愧 神的旨意 若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 这总比因行恶受苦好 因为基督也曾一次 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领你们到神面前 在肉体里 他被制死 但在灵里他复活了 他借这灵也成绩 向那些在监狱里的领团道 那就是那些从前 在挪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 不信从的人 当时进入方舟 接着水 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 这水所预表的洗礼 现在接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拯救你们 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 而是向上有无亏的两心 耶稣已经到天上去 在神的右边 众天使 有权柄的 有权能的 都服从了他 这是神的话 感谢上帝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吩咐是给谁呢 给我们在当中在家里参与敬拜的弟兄姐妹 教会已经开放了 不要说年长的了 不要说年幼的 那些在12岁到60岁当中的弟兄姐妹 要回来教会崇拜 这个是一个托付 一个吩咐 大家需要回来教会崇拜 教会已经开放了 这个苦难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 苦难还没有来到当中的话 还没有这样的需要 这个教会失散 分散 所以现在 这个苦难还没有来的时候 趁着还有机会 可以回来教会崇拜的时候 要回来 免得以后你要回来的时候 没有的回来了 苦难来的时候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 有好多的人 这个是牧者之间的一些分享 好多的人 因为这个疫情 然后开始慢慢的习惯在家里崇拜 舒适嘛 对不对 然后有些时候是 你想几点崇拜都可以 你要一点崇拜 可以两点崇拜 可以三点 十点 五点 六点 七点 八点 然后晚上十二点 一点都可以 但是不是这样 基督徒要有这个几率 时间到的时候 这个是上帝跟我们 约定的时间 就要回来崇拜 如果我们有这个经历 有这个能力 我们不害怕 我们可以去这个广场 逛逛逃跑 走走 去这个餐厅 那个餐厅 这边走 那边走 没有道理 不能够回来教会 回来教会就害怕 对不对 所以 这个给予大家的这个信息 信息前的信息 要回来教会崇拜 除非我们健康有状况 我们一起祷告 祈求上主 给我们安静的心 在这个时刻聆听 祈求上主 恩高孩子的嘴实言语 让孩子所宣讲的 话语 在众人的生命 都带来建立 带来祝福 带来帮助 送主耶稣基督的名 随听我们的祷告 Amen 今天的信息 是讲这个苦难 预备面对苦难 下个主日 这个讲员 是君宏 弟兄 孙宏 他所讲的信息 也是苦难 所以今天你们听苦难的信息 下个主日 你们再听苦难的信息 这里的苦难指的是什么苦难呢 这里的苦难不是讲 哎呀 冰通哎呦呦的那种苦难 这里的苦难是说 我们为着基督的信仰 为了追求这个耶稣基督 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 我们经历苦难 而这个苦难的这个信息 在这个彼得前书 都一直 有这个苦难的这个信息 一直在重复着 这个是其中一个苦难 是这个彼得前书的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息 那么你们所看到的这个苦难的 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根 叫做Pasco Pasco 第一个你们所看的是P Pi 你们学过Pi对不对 P-A-S-K-H Pasco 这个Pasco的意思是什么 我受苦 我忍受 我自己经历 这个字 其实苦难 都是从这个字根 拿出来的 那么在新月 新月的圣经当中 跟这个Pasco 这个字 有关联的字 这个字 重复了整42次 那么在42次里面呢 这个彼得前书 就重复了12次 所以大约 你在新月当中 你所看到的 这个经文 讲到苦难的 这个词汇的 接近30% 你都可以在这个 你的前书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就解释了 为什么 今天讲苦难 下个主日 我们再回来 听苦难的信息 然后我们就来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哎呀 牧师 可以不要讲苦难吗 为什么要宣讲 苦难的道 当我们每次 讲苦难的时候 苦难 你还没有听 那个苦难的道 你的眼眉都已经 要垂下来了 对不对 是一个 你听了之后 你自己的心 也觉得很 的一个词汇 你就感受到 哇 周围的环境 好像很压迫 好像很 很 很灰暗的 当我们讲苦难的时候 我们会有什么 什么样的 感受呢 我们可能就是 会讲到苦难 可能会有一点痛 痛的感觉 可能有一点 很压迫 很焦虑的 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 如果是有一个 选择的话 我们都不要讲苦难 牧师可以不要讲苦难吗 可以 但是今天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打开那个经文 就是讲到这个 这个 我们就是 今天所开的经文 就是 就是讲这个苦难 这个是比较容易 回答的问题 但是 为什么基督徒 不能够选择说 我们不要听苦难的道 不可以说 我们基督徒 不可以说 我们不 不听苦难的道 我给你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是 这个 守护圣经的 这个原因 首先 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 祂自己本身 就经历了 最 他那个时代 最艰苦的 这个苦难 他为着要成就 父神的旨意 他被 这个 他被人 这个 虐待 他被人 嗅辱 到最后 他被人 钉死在 十字架上 所以这个 彼得就在 这个三章十八节 他就讲 说什么 他就说 因为基督也曾 一次 为你们的罪而死 后面的 这个经文 就讲说 就肉体方面来说 他曾 死去 所以这边 这个 圣经的角度 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听 这个苦难的道 因为呢 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 祂自己本身 就是经历 苦难 祂所 世代 是最残酷的苦难 当然 这个耶稣基督 祂所经历的苦难 祂所经历的苦难 是 很特别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 第一 祂自己没有犯罪 祂没有犯罪 而不只是 祂没有犯罪 祂其实 祂遵守 这个 罗马的律法 祂不只是 没有 祂不只是 遵循 罗马的律法 祂也遵循 摩西的律法 所以就遵循 律法而言 祂是 完全的 但是既然是一个 完全的人 祂还是面对苦难 到最后 祂需要被 罗马的军兵 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说 这个 这个耶稣的苦难 是特别 因为祂没有犯罪 但是祂还是一样 有苦难 另外一个 很特别的原因 是什么呢 耶稣所受的苦难 祂不是为祂自己 祂其实是为世人 祂受苦难 这边说 以致 借着耶稣基督 祂可以引导世人 去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的苦难 不是我们 生命当中 所能经历的 既然耶稣基督的苦难 是特别的 是有内的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其实有给我们一个启示 如果说这个耶稣基督 祂没有犯罪 祂遵循所有的律法 到最后 祂也要面对苦难 这个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 或者是所有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也要预备好 去跟祂 祂所走的这个路 我们说要跟随祂的脚中 我们要预备好 有一天 苦难 也会因着我们 信靠耶稣基督 来到我们的生命 We share His destiny We share His blood 祂的命运 祂的这个 祂的命运 就是我们的命运 如果祂的命运 祂生命的尽头 是经历苦难 要预备好 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随时都会苦难 临到我们的当中 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节 这个耶稣对祂的门徒 说什么呢 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节 学生不能够胜过老师 奴仆也不能胜过主人 耶稣跟祂的门徒 这样子讲 是讲什么呢 我们华人是讲什么呢 华清处于蓝 更胜于蓝 但是耶稣说 学生不能够胜过老师 奴仆也不能胜过主人 这个耶稣告诉祂的门徒 如果接下来 我的生命 我所走的这个路程 到最后 我会面临苦难 我需要受苦难 同样的 你们全部跟随我的 你们不要妄想 不要妄想 这个世界会给你 什么样的好的待遇 比给我更好的待遇 不要去妄想 不要去妄想 这个世界会给你 怎么样子的尊崇 如果世人 给你的主人 这样的待遇 到最后 到最后 祂需要走上十字架 你们所有跟从我的人 要预备心 走这一条苦难的道路 不只是耶稣 祂走苦难 因此我们跟随祂的 也有可能 要经历这个苦难的路程 彼得说 这个耶稣 祂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就是 受苦难的例子 这个就是在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 这边彼得说 你们若应行善而受苦 能忍耐 在神看来是有福的 下一节 二十一节 他说 你们就是 你们就是为此蒙昭 因为基督 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 祂的角中行 看到吗 这个彼得说 耶稣 祂走这个苦难的道路 祂不只是祂一个人走 不只是所有信祂的人 也需要跟随 这边 这个彼得说 祂为你们留下了榜样 祂给大家一个例子 现在叫我们去跟随祂的角中 保罗就说 我们如果 既然我们是 是 我们为着耶稣 我们受苦 我们跟耶稣一起受苦 当耶稣复活 耶稣复活到时候 我们也因着耶稣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在初期的教会 在初期的教会 前面的三百年 教会就是在苦难的当中 走出来的 初期的教会 就是为着 为着跟随耶稣 为着基督的信仰 他们 经历苦难 甚至为着信仰 赔上这个生命 流血 流血 流汗 但是 在苦难的 这个不只是 不只是话而已 这个话其实就是表述了 那个时代 第一 这个教会 在前面的三百年 所经历过的一切 他们为这个基督的信仰 赔上他们的生命 在这当中 你说面对苦难 很凄惨 但是在凄惨的当中 就是这样子 教会继续的壮大 继续 还有很多人信靠耶稣 教会继续的扩散出去 所以今天 当我们听到这个 哦 原来 这个耶稣这样子教导 这个圣经的教导 我们基督徒 是要预备 走这个苦难的道路 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预备好心了吗 初期教会 的基督徒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DNA DNA 中文 不是什么 破阳 什么核酸 什么之类的东西 DNA 这个水汉柔知道了 DNA 初期教会的基督徒的DNA 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有那个能力去忍受 去忍耐苦难 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有这样子的DNA吗 今天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 我们有这个 去面对苦难的DNA吗 要checkDNA怎么去check 去医院 对不对 checkDNA 苦难的DNA怎么check 去找上帝 在上帝的亮光之前 我们审查我们的生命 我们看看我们的苦难 的DNA有还是没有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苦难的还没有来 那些人都不懂去了哪里 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要讲 为什么要听苦难的道 这个关系到我们国家的争局 过去的三年 怎么样 政府改了对不对 政府改了 叫喘息 喘息的一个空间 为什么呢 在过去 数十年来 教会都是在 在一个什么 precious cooker叫什么 precious cooker 叫做压 你们知道了 pressure cooker 教会过去都是在 pressure cooker里面运作的 对不对 很多时候教会成为 政治人物的什么 带罪的羔羊 当政治人物要找一些的 这个 这个政治的筹码的时候 怎么样呢 找教会来 开刀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有这个 马来文圣经 不能够在这里 再搬到使用 但是可以在 动马可以使用 我们有一些的 马来文的这个 词汇 不能够在 这个西马的教会 使用 在动马可以 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 过去的三年 因为政府更换 国内的教会 有喘息的空间 我也需要复习一下 但是这个喘息的空间呢 可以 还可以 还有多长呢 现在政府又换了 我们还可以 有多久可以 喘息呢 教会 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 我想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 这个 对这个 国家的领袖 政治人物 我们做一些的 这个评估 我们可以 从中得到一些的答案 评估什么呢 你看他们会 敬畏上帝吗 你看他们有 持守原则吗 你看他们有 这个 有这个 持守公义吗 还是他们 就是追求 个人的利益 还是政治利益 他们可以 典当任何的东西 我们这样子 这样子看 这样子衡量 这些 政治人物 国家领袖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 这个答案了 教会 可以 还可以 喘息 有多久的 喘息的空间 如果一个国家 是被 很多的 这些 投机的 政治人物 去操重的话 你觉得 教会 对他们而言 算得了什么 你觉得 如果这个国家的领袖 没有敬畏上帝的话 你觉得 或者是说 他们根本对于这些 这些 叫什么 建法 至上 Supremacy of Constitution 建法 至上的这些 都不在乎的话 都可以超充的话 你觉得 建法里面 给大家的这个 宗教自由 对他们而言 又算得了什么 所以现在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王明道 中国 二十世纪的一个 教会的一个传道人 他就讲了这个 我其实是用英文翻译过来 任何可怕的行为 都可以从一个 知识心的 知识的人的心 融出来 贪图 个人 利益的人 可以说谎 可以欺诈 可以为非作逮 为了就是要 使自己的计谋 得逞 可怕吗 回去回去 刚才那边 一个人 如果没有公义 没有政治的话 他的心里面 可以做很多 从他的生命里面 可以做很多 诡诈的事情 可以做很多 可怕的事情 可以讲 做谎话 他可以欺诈 他可以为非作逮 为了 对他们而言 最重要的是什么 the end justify the meaning 就是 我最重要是什么 我最重要是要得到 我说要得到 用什么方式 不重要 这个就是王明道 所讲的 next 然后王明道说 next 这个世上的许多罪 都是从 从这些 谋取私利的人 所衍生出来的 明白吗 所以你就知道了 刚才讲说 为什么要听苦难的道 这个关系到 我们国家的争取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看 接下来的这个 再过 不懂 明年 还是两年后 第十五届 这个全国大选的时候 你就看是一个怎么样的证明 然后你就知道 接下来教会的走向是怎么的 但是 对于我们今天作为 这个教会 马来西亚的教会 国内的教会 我们要怎么样持守 现在回到来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听苦难的道了 圣经是这样子讲 国家的国情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需要好好地听道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预备好 准备自己 当一天苦难来的时候 It will not take us by surprise 我们不会惊讶 为什么这个苦难来到 所以首先我们要预备的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要预备 我们要认清这个属事和属神的事实 要预备好 去认清 在这个世间 有一个属事的事实 也有一个属神的事实 这个属事的事实 这个属神的事实 两个都要互相地平衡 这边这个开始的经文 这个彼得说 彼得说什么 彼得说 开始的经文 彼得说 如果你们热心行善 有谁能害你们呢 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如果这个人 他是殷勤行善的 我们都知道 都不会有人要害这样的好人 对不对 只有称赞没有人要害他 然后这个是彼得所讲的 他发问这个问题 同一个时间 他也坚决地给那个答案 一般的情况之下 好人好事 没有人会要去加害他们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存活在这个世上 是一个什么的世上 是一个罪恶的世上 有很多罪心的世上 在这个世界的当中 有很多 有很多没有认识主的人 他们的心 是已经是被扭曲的 当这些心被扭曲的时候 他们觉得对教会逼迫 加害教会的基督徒等等 对他们来源 是帮助他们在来世 得这个功德 得到他们的主的悦纳的 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 你们听过在外国 一些的这个极端的组织 怎么样子 加害一些的基督徒 为的是什么呢 他们就是要累积 他们去到 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他们得到 他们的上主的约纳 所以在这个世上 是一个有罪心的 有一些人的心思意念 是已经被扭曲了的 所以既然明白了 有罪心 人的这个被扭曲 所以要预备 就是你们要为义受苦 就算你们要为义受苦 也是有福 彼得这边就告诉大家 一般的情况是这样 但是不要忘记 在这个属世的世界 也会有一些人 特别快乐 特别高兴 他们就是要加害教会 加害这些基督徒 而且这些人 加害教会基督徒的时候 有些时候 就是因为 教会所做的好事 就是因为基督徒 所做的好事 就是使到他们生气 我们不需要看很远 去到很远 去找那些古旧的例子 我们看看我们马来西亚 从2016年11月到2017年2月 四个月当中 我们有一个叫做Pastor Raymond 失踪了 然后我们又有这个Pastor Joshua 还有她太太Rufe Gilme 失踪了 做好事 但是呢 人不见了 而到这么多年 两年三年 做了很多的这个审讯 等等的东西 到今天 有谁为他们的失踪 需要负责任吗 有吗 没有 没有 这个就是我所讲的 你们教会 对一些 这个人心 已经被扭曲的人来说 你们的教会 你们的基督徒 对他们而言 赚得了什么 有谁可以奈何他们的了 在属世 这个是属世见识 同一个时间 这个彼得也告诉大家 不要忘记属神的事实 属神的事实是什么呢 主神的事实就是 这个彼得说 你们如果为义受苦 你们是有福的 这个彼得说 你们若受苦的话 为义受苦 你们是有福 这个彼得说 你们有福 不是他随口而讲而已 彼得说 你们有福 因为他是从基督 耶稣那边所听来的 耶稣怎么样子 教导他的门徒 在马太福音 这个第五章 耶稣的登山保训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 为义造受迫害的人 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的缘故 辱骂你们 迫害你们 并且 灭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你们应该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 所以这个彼得 其实就是听 这个耶稣怎么样应许 现在这个彼得 就用耶稣 他的主耶稣的应许 告诉大家 我们为义受苦 即使为义受苦 我们也是有福的 因为这个有福 不是彼得自己所讲 是因为主耶稣 所承诺的 主耶稣承诺 当他讲说 他承诺这个时候 也不是说 耶稣控讲 为什么呢 接下来的经文 就告诉我们 是耶稣为我们留下一个 受苦的典范 同一个时间 耶稣也为我们留下一个 蒙上帝祝福 蒙上帝悦纳的典范 耶稣他第三 他受苦 受这个屈辱 受这个辱 被钉死十字架上之后 第三天他复活 复活之后 他向门徒显现四十天 他升天 他升天之后 他做什么呢 他坐在天父的右手边 然后这边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所有的天使 所有的这个权势能力 这个时刻 都在耶稣的面前 服从了他 所以 耶稣给我们看到 是 他给我们一个 受苦的这个模范 他也 让我们现在看到 如果我们是 所有心靠大的人 即使我们在今生 我们为主的缘故 我们受苦 在末后的日子 上帝审判的日子 这个上帝怎么样 使这个耶稣被告取 得权柄 得荣耀 得权势 这个权柄 荣耀 权势 到时候 上帝也会给 所有心靠 跟随主耶稣的脚踪 所以今天 当我们说 受苦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 苦不堪言的时候 要记得彼得 要记得主耶稣 所讲的 你是有福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天国 是属于你的 因为 你的赏赐 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个彼得 在十七节 他就告诉 他的门徒 如果神的旨意 是要你们受苦 那么为行善受苦 总比 为行恶受苦 当这个彼得 他理清这些的时候 他就告诉 这个初期教会 既然是这样子 一个做恶 一个做义 为义 做行公义 倒不如行公义而受苦 因为为什么呢 到时候你们 从上主那边 得到的赏赐 是大的 所以 我们要明白的是 第一个 我们要预备的 预备我们的心 告诉我们 我们受苦 我们所经历的痛 我们所经历的死亡 不是我们最后的命运 我们最后的命运 在上帝里面 在主耶稣基督里 第二个 我们需要做准备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预备心 这个就是彼得所说的 你们不要怕人的恐吓 也不要畏惧 只要心里尊 心里尊基督为圣 以祂为主 当你明白了 还不需要为这个受苦而死 因为你的赏赐 在天国是大的 因为天国是你的 所以不要害怕 我就在想着 这个不要害怕的时候 你说 这个Pastor Raymond 他被人 这个被 怎么样 五辆车 对不对 包围 然后不懂 十多个人 把他抓起来 他的第一个反应 他是什么 在那一刻 我觉得 可能他怕 因为当你还不知道 发生什么 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突然间 他们把你抓住的时候 会怕 怕是人之常情 会怕 可能会惊慌 想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 我还会见到我的太太 我的孩子吗 不知道 但是 当这个怕 这个恐惧 不安 过了之后 我在想 我在想 好像他这样子的人 他不知道需要付上 什么代价 就好像 你的牧师 站在你们的面前 讲这个苦难的道 有一天 苦难来到我的时候 你觉得我所讲的 真的到 我不会重新在我的脑海里面 再配一回吗 就是这样 但是我接下来 我所要讲的是 可能在 这个惧怕 恐慌过了之后 可能他的心 就是已经预备好 心里面 就是尊主为大 就是要成就 上主的 把他的生命 完全交托给上帝 这个就是彼得 所讲的 在你的心里面 你就是单单 遵从基督 作为你的主 你就把你的生命 交给基督 去代 接下来 都不重要 因为为什么呢 到最后 谁的手 钻上这个血 这个牧师的血 这一个人 或者是这些人 到最后 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交托 然后再下来 这个彼得说 不只是我们心里面 要做好预备 这个彼得说 在意念上 我们也要做好预备 为什么呢 当苦难来的时候 当人家逼迫你的时候 当你坚持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这样坚持 当人家问 为什么你要坚持 为什么你有这样 你有这样的盼望 你所讲的这个耶稣的盼望 为什么你会勇 这个彼得就说 要做好准备 去回答那些 所有问你的人 当他们奇怪 你心里面的盼望的时候 你要好好地回答他们 这里好好地回答 不只是说我们圣经 我们所听得到 读得到 很重要 我们如果没有到的话 就是头脑空空 更重要 这个很重要 要认识上帝的道 以至人家问的时候 我们有道出来 不会说口牙牙 没有道 或者说人家问到的时候 不得要讲什么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 我们一直以来 跟上帝同行 上帝怎么样子带领我们 因为为什么呢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不是等到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才来实现的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在今天 当我们新主的时候 上帝已经在我们动工了 当我们上帝在我们生命动工的时候 他在我们生命的作为 就是最好的见证 如果上帝在今生 他在我的生命 我的祈求 他都应许的话 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个圣经 他所给我们的应许 在末后的日子 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日子 也一样会被实现 所以我们的见证 很重要 你怎么样子经历 我们怎么样子经历上帝 很重要 如果我们过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是昏昏恶恶的话 昏恶恶 没有见证的生命的话 可能人家也不会问你 为什么要信耶稣 因为人家都看不到 你的生命有什么好见证 然后另外一点 要做好预备 当我们给见证的时候 当我们回答别人的询问的时候 我们在基督里面 这个永恒的盼望的时候 我们回答不是很傲慢的回答 不是很骄傲的回答 耶稣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即使祂是上帝之子 即使祂本身就是上帝 但是当祂配审判的时候 祂默默 即使是祂回答 祂也是很谦卑 很柔和的回答 所以这边 这个彼得就告诉我们 当我们回答的时候 要温柔 要对上帝敬畏的心 存在对上帝敬畏的心 好好地回答 而且心里面 我们的良知要不愧 这里良知不愧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自己平时 我们的品格 我们的品行 我们心里面没有亏欠 当我们行为有亏欠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就会觉得 我今天所受的都是我的业 一些宗教讲的 我今天所受的都是我的业 都是我的报应 但是如果我们行为 行为正直 我们的品行 品格 都很好的话 我们可以很坦然 第五点 第四点 怎么样子预备 在灵命上 我们也要 在属灵上 灵性上 我们也要做好预备 你知道吗 当这个耶稣 跟这个 跟这个 他的门徒 在最后的一个晚餐 跟他的门徒们说 在这个晚上 你们将会因为 我的缘故 都要跌倒 今天晚上 你们都要因着 我的缘故 都要跌倒 但是 当彼得这样子 当耶稣这样子讲的时候 彼得这样回答他 彼得回答他说 就算所有的人 都因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后退 主说 今天晚上 你们都会 因为我的缘故 你们会跌倒 这个门徒说 所有的人都会跌倒 我决定不会跌 我一定不会跌倒 我为你的缘故 我一定不会跌倒 下一个他怎么样 他不认主 但是他还没有 不认主之前 发生什么事情 主耶稣带着他 带着彼得 带着另外两个门徒 去各西马尼园祷告 当主耶稣祷告的时候 他叫他的门徒 警醒祷告 他的三个门徒 在那边 怎么样 灵性上 沉睡去了 沉睡去了 当这个 这个 所以 接下来 等到 沉睡过后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彼得 善吃不认主 所以 这个给我们一个 什么指示 当我们灵性上 我们是沉睡的话 我们不可能 当压力来的时候 我们不能 我们不会 没有办法 善力的 是彼得 很渴慕 为主 而战 不会后退 但是 他心是渴望 但是 灵性上 沉睡去了 结果 就 跌倒 耶稣 提醒 他的门徒 什么 要应当 警醒 祷告 免得 陷入 试探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预备 这个试探 我们预备 这个 逼迫的到来的时候 为逼迫的到来 做预备的时候 这个告诉我们 从现在 现在我们觉得 现在是 我们基督徒 在这个国家 还是太平盛世的时候 要预备 不要等到苦难来的时候 你没有时间预备 现在 灵性沉睡 苦难来的时候 我看我们 裤子都还没有穿好 地破就已经到了 我用这个故事 作为一个结束 这个是 Ravi Zacharias 他去探访 这个黄明道 这个中国的 这个20世纪的 这个传道人 他探访 这个黄明道 黄明道那时候 已经很老了 我相信你们也听过 这个 Ravi Zacharias 的这个分享 的时候 黄明道就告诉他 他在监狱里面 怎么样子 为他的信仰 在基督的信仰 被关进监牢里面 他进入监牢 然后呢 这个 其实这个黄明道 其实他的故事 就是这样 中国在 50年代的时候 这个共产党 后来 把中国占领 中国占领之后呢 接下来他们就要 跟这个西方 所有的西方的 这个关系 都要完全的切断 完全要切断的时候呢 这个 中国的教会 一些的领袖 然后就说 好 我们跟西方切断 我们自己 开始这个 成立这个 三字教会 听过吗 三字教会 三字教会 基本上 就是讲说 我们跟西方 没有关系了 但是这个黄明道 不赞成 这个黄明道 他 OK 他们成立 他们开始 然后他们要 黄明道 加入 但是黄明道 坚持 不要加入 觉得教会 跟这个国家 要分开 不能够牵扯在一起 当这个 这个黄明道 坚持 他的这个立场 不加入 这个三字教会的时候 接下来 逼迫 领到他的当中 然后他就被 关进去 后来他就被 关进去监牢里面 当他被 关进监牢里面的时候呢 他就是 住在一个 他就是被 被关在一个 很肮脏 很邋遢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牢房里面 跟他一起住的 有 有这个 另外两个的 这个 这个 囚禁的人 这个黄明道 在监狱里面 天天 就是受 这些共产党的 这些人的 这个 这个 审问 盘问等等 天天盘问 天天抓他出去 盘问 盘问之后 就把他送进去 这个 他的监狱 这个监狱里面去 然后牢房里面去 在牢房里面呢 他不是有 好时间过 他在那边 给其他的 这个囚犯 去虐待 就是一直 他就是要他 去承认 承认他自己 所犯的罪 所以在 在这个 监牢里面 他们就 这些囚犯 就打他 就是给他压力 等等 就是要坚持 他去认罪 共产党就用 很多的方式 来就是要 使他 这个 收取于 这个共产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势力 这个黄民党 他坚持了 整一年多左右 到最后 当他听到 很多的 这些基督徒 支持他的基督徒 一直支持他 支持他的基督徒 都一个一个 进建牢 然后他太太 也进建牢 然后 他开始 慢慢的 他的 这个 他的这个意志 被这些 共产党的 这些伎俩 所慢慢的摧毁 到最后 他需要 承认 他自己的罪 即使是 他没有犯罪的话 他还是被 被迫 到那个地步的时候 结果呢 他就被迫 他就后来 他就意志力 软弱的时候呢 他就承认 他自己犯罪 然后他就 他就 他就同意参加 这个三支教会 跟他们 帮助他们 讲道等等 然后他也签一个 这个 这个文件 就是讲说 承认他是一个 反 反共分子 等等 这样子的 counter revolutionary 后来这样子呢 他的太太 然后他自己 才被释放出去 当他们两个 被释放出去的时候 这个黄明道 其实他经历了一个 很难的 他心理上 经历了一个 很辛苦的 为什么呢 他亏欠 耶稣 所以他在 他出来之后 他就是 时常跑到去 北京的街道上 他一直在喊 我是彼得 我是彼得 我不认主 他就一直在喊 这个 我是彼得 我是彼得 我不认主 这个黄明道 就这样子 但是后来 他还是坚持 他不要参加 三支教会 他在监牢里面 他答应 参加三支教会 后来之后 他还是坚持 不要参加 他也不要去 跟他们宣讲 这个 他们的 所谓的 他们的福音 后来因为 他这样坚持 结果毛泽东 这个共产党 又把他放回去 监牢里面 四次 他进去监牢里面 他心灵上 更加的预备 这一次 他进监牢 他进了 十八年 在这十八年里面 他每一天早上 他起身的时候 他就唱诗歌 就是这个 美国的 这个诗人 所写的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我不懂中文叫什么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他就唱这首歌 他唱这个 开始的时候 在监狱里面 这些官兵 就告诉他 闭嘴 闭嘴 他还是一直的唱 等到他们的闭嘴 都不能够控制到 他的时候 他要唱 他们也听 慢慢的 越来越多的 在监牢里面的人 那些官军兵 在狱里面的那些军兵 都几年之后 都愿意跑到去 他的牢房外面 就是听他唱歌 听他唱歌 然后问他 他说唱的是什么 旁明道 就是在这些地方 就是为主做见证 然后教导 教导他们上级的话语 跟他们分享 在基督里面的盼望 这个见证 其实就告诉 就是我们今天 所看的这个经验 在生命 基督徒的这个信仰 要预备好 有这个苦难 可能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这个苦难 我们不是说 我们自己去制造麻烦 需要坚持真理的 我们需要坚持 需要讲的话 我们不能够避起那个嘴 讲了 坚持了 接下来的 就是把后果 就是交给上帝了 不管是怎么样的后果 到最后 到最后 唯一的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继续坚持 在基督里面的信仰 机会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做美好的见证 做美好的分享 这个不一定是说 就是在 国家对我们基督徒 对我们教会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 这个学校 在我们工作的岗位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就要预备 要为信仰付出代价 在家庭的当中 特别是 如果是我们来自 第一代的基督徒 特别是到每次 过年过节 或者是比如说 一些重要的 比如说 死亡的家里 有人去世 那些葬礼等等的时候 那一个时候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跟地方 你要怎么样子持守 你在基督的信仰 会面对 会面对家庭的压力 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 上帝为我们预备学习的 这个持守信仰的场合 上帝不会说 一下子那个苦难 大大的苦难 临到我们当中 他都是从这些小小的 慢慢的让我们 越加的坚强 生命的越加的坚强 等到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面临 更大的苦难的时候 如果上帝愿意的话 他才会把苦难 临到我们当中 讲到这个苦难的信息 你们有没有兴趣要听 护士 苦难如果一天临到牧师的话 怎么办 我告诉大家 好几年前 我们当中 好像朱连娜时常 我们当中 共干的 我们时常坐飞机 对不对 坐飞机的时候 我们通常坐什么 飞机还没有起飞之前 我们Tex对不对 跟我们的爱人 我们的太太 我们的孩子 拜拜 爹地要坐飞机了 等一下再见 上帝祝福你 对不对 就是怕万一 等一下见不到 对不对 所以每一次我们坐飞机 我们其实不懂 到底会不会平安降落 可以吗 我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讲我们当中 这一个 时常坐飞机的人 牧师呢 你知道牧师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牧师每一次来教会 牧师都要预备好 我有命进来 我不懂有没有命出回去 你不懂什么时候 会有一个疯人 会有一个人心扭曲的人 跑进来 这个是我在 我以前在之前的教会 我也是这样子 我需要为我自己预备心 有一天 我没有命走出去的时候 我只能够求上帝给我恩典 能够走这一条路 有这一种勇气走这条路 如果有人拿着刀枪 拿着刀的话还好 我可以转身 有很多东西给我拿 还有那个铁棍 我可以拿 明白吗 如果来的是 只是拿一把枪的话 怎么样 牧师是很显眼的 因为这一个 对不对 可以这样吗 可以这样 可以吗 可以 牧师可以 但是 我有想过 牧师这样子做的话 我从此 上帝给我的权柄 做牧者的权柄 完成 当那些羊面对 面对迫害的时候 你这个牧者去了 比羊跑得更快 我不用做牧者 所以我很明白 这个黄明道 当他出来的时候 他被拨到之后 他精神崩溃 他其实是第一次的时候 他精神崩溃 但是上帝后来重新 给他 帮助他 重新建立起来 所以我能够讲什么呢 我只能讲说 每一次我需要祷告 主上主给我恩典 给我力量 若这个苦难要来 我有那个勇气去走 我不可以走得很好 因为我是人 但是我只是求上帝 给我那个恩典 所以接下来我的太太 我的孩子怎么样 我就教股上主 这个就是做牧者 的这个代价 求上帝也给予我们大家 预备心 有一天 他不会一下子 大大的苦难临到我 我们都是从小小的苦难开始 我们为信仰 我是第一代 第一代在家庭当中 第一代的基督徒 我们为信仰 在家庭的当中 我们承受一些的不好的感受 孩子家庭 在工作的岗位 我们承受 上帝也帮助 让我们去经历 在工作岗位一些 而你做基督徒 人家不喜欢你 慢慢的 你越过了一个一个的 考验 好了 现在上帝 安利我成为他的母 怎么样 接下来 我不知道 我只是求 也求大家 靠着上帝的恩典 能够 能够很好的 信实的 跟随主耶稣 以致我们的生命 能够荣耀上主的名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天父给我们今天的圣经的话语 感谢天父给我们的提醒 我们恿求 我们恿求你的圣灵继续充满恩高 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不管是在座的 还是在家里 聆听这个 你的道德 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忠心于你 忠心于你 是你 我们 为你对我们的爱 这唯一的回报 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很好的走 跟随你的脚踪 即使有苦难 有考验 经典 越过重重的考验 到最后 能够 不愧的 来到你的面前 蒙你的愿 得到 你的赏识 以使用你的名 和荣耀 这个是我们的 心的渴求 的渴望 祈求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现在让我们一起唱 回应诗歌 各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唱起来 心起为耶稣 心起 心起为耶稣 是家中拥有经历 到去几度去忘记 我寻求为你 我舍不得你的身 引出头云全去 直到丑地间相遇 为处就失去 其心起为耶稣 尊重好教君意 尽便是出荣耀 快笑见真心 从幸福与处去向 永恒愁地万千 展现 未知 一切都年 遵守 也不得了 尽便的联天 尽 Е Harvey 自靠救主大能 却既既既然满遗憾 基督不平的神 向福音地回家 全身高高清醒 为先从人不畏 靠出一灯的神 兴起兴起为耶稣 正在不为纠缠 静的水又敢发生 明日的道场 忠心奋勇的圣座 你的生命满面 忠于荣耀的君王到永远 我们一起领受祝福 愿上主的恩惠 对上帝的慈爱 圣灵大能的力量 兼顾我们的心 给我们恩典 继续跟随主耶稣 愿上主的恩惠 平安归给众人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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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AS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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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